其實那個歌手的聲音相當不錯 其實這首歌已經填得很專業 那個歌手有前途 哦 好 他聽到你這樣說應該很開心 這首歌是不錯的 弄得不错,整首词 弄得不错 唱得挺好 因为风雨欲来,是山雨欲来 不错 踏上世界最高处,经出我所有 财产命在心里力求 一生间你仁靠 真在黑暗来与高 空窗与梦,仍来银河是不见进头 整首词都挺professional 一生可以 雙手指上再次捉紧自由 儘管半路带着分 走遍地球 终于得失汗,头抽身震头 编织放崖,醉两袖,贯穿魔咒 碟放钢,电动快,雙雙凹游 海过震撼,宇宙角落,亦听到高咒 此刻不必敢忍了 这一次,每滴眼泪滑,欢笑再流 踏上世界最高处,经出我所有 财产命在心里力求 一生间你仁靠 真好,真好 总坚守到以后 其实那个歌手的声音相当不错 老师听完之后觉得这首歌如何? 我觉得整体呢 首先,唱歌唱得很好 歌词方面 是有少少不合逻辑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当然,填词的时候 可以有license to kill 但也可以一种叫做创新的手法 你可以用两个角度来看 可能它是违反了一些填词的规律 好像我们的风雨欲来 他填山欲来 我们不能说它是错的 因为有山羽的 但是,山羽就未必会肉来的 山羽在山头上是违语的 但是,风雨欲来就是正确的 但是,因为我填词有license to kill 所以,我们是不需要计较这些东西 基本上,整首歌是 填得很professional 哦,就是填词? 整个制作是professional 但是,歌手就很高 音乐很好 因为音乐没有处理过 因为音乐是听得很清晰的 其实歌手也有前途 哦,他听到你这样说 应该很开心 刚才你说填词也填得很专业 专业的 就是说,他可以有 就是说,我们从两个角度 他就很大胆去做一些 你不说过的东西 他调转了来说 第一,人家可以说 你不合传统的 你叫做破了局 好像风雨欲来 那位山雨欲来 就这样有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Sigma 我们今天很荣幸找到 当年帮《激动舞斗传》 去填词 就是填语词的 这位填词人 韦言先生 上来 就是韦言老师上来 今天邀请他 可以和我们做几个简单的 访问 你好,韦言老师 你好,你好 很多人都很好奇 到底当年 日本官方是怎么找到 你去为填词的呢 我想是透过 referral and referral 之下 就找到我填词 其实在 我填日本动漫的历史 其实不算少 好像友善电视 早前 很多的卡通片 都是我填的 可能包含 例如不思议游戏 还有很多图楼 我们 多多都忘记了 好像你刚刚说 Hello Kitty Hello Kitty 是的 Hello Kitty 我填了很多星期 我填过十多首 就是 两首唱片 那 这次 可能日本官方 他和你们练练的时候 譬如 因为这次 我可能你填过的 可能是战斗篮牌 或者是 基本上整个 越来越迟跌 都是你填的 全部都是我填 除了一首战斗篮牌 我和另外 我们一个 乐队的女歌手 是一起填过一首歌 其他呢 就完全是我填了 嗯 那其实 那麽多首不同的歌 其实他们的内容 其实都不一样 就可能 都差别有点大 比如可能香港观光歌 就是讲一些 香港的风景 是吧 战斗难排 可能就是讲 一个难言 怎么去奋涌 那我想问 当年日本官方 有没有说 他们希望有 怎样的内容 那些 刚才 其实所有的 这类歌曲的创作 我们一定是依照 剧本去进行的 就是 每一首歌 写什麽内容 有什麽 要怎样的写法 其实它在日文那里 已经写完了给我们 了 要什麽概要 各方面 它都给了资料 以后呢 我们就自己去想一下 按着旋律里面 填上它要的东西 就是 它给了旋律 你们之后 跟你讲 需要怎样的内容 没错 它是用日文写好了 那写好了 我们就再找人 翻译了它做 广东话 就是翻译了它做中文 那我就按着 翻译了中文 再填上一次 OK 那其实我想很好奇 就是 当年日本 那知不知 就是之后 你们填上是怎样的 嗯 我们 当我填完广东话的时候 我又找人翻译 翻译日本 给他们看 所以他们完全知道 我们填上了什麽 那我想 既然讲到歌 我们就再讲小一点 因为 其实里面一首歌 叫做香港观光歌 那这首歌 其实真的很特别 因为它又有可能 又有 有大排档 是的 有很多香港的地方 地名 是 甚至越画货 也有 是 对 那到底当年 你是怎样去选择这些地方 其实我们填这些影片的时候 我们也有看了一部影片 那一部影片里面 那一部影片里面 那些镜头 都有展示到这些地方 那句话 他们会经过这些地方 所以也有电车 有组合 那我就能继续 于是 不如我自己做一个主导 按着镜头 就写了香港 有很多特色的东西 嗯 即是按照日本官方的 无片 对 我们叫无片 所以还没有继续 这部影片 噢 即是比较初步的 是的 你刚刚说到 刚听你说到 是否说 日本官方的很大阵仗 怎样 因为这个影片 除了由他们去录制之外 其实 香港的监制方面 是我做的 噢 那些歌手 找谁唱 找什么都是我安排的 噢 即是 这支CD里面 因为我们刚好找到 当年的CD 是的 那就是 是否说这些全部都是你 我可以选 噢 因为我做这个唱片的 叫做执行监制 噢 即是香港这方面的执行监制 噢 对 这个音乐它已经做好了 过来 然后呢 我觉得这首歌 是对陈奕唱的 于是呢 我就找陈奕了 这首歌是对钟慧玲唱的 于是呢 我就找他了 比如这首歌是对One Voice唱的 他们以前是一个组合 噢 叶富生 叶富生和金培大帝 有一个乐队叫做One Voice 噢 那我们就 这首歌由他们三个一起去演练 只不过就是 这首歌是由叶富生做主说 下一首是另一个做主唱 噢 好 那么刚好就是叶富生唱的 看回资料 那当年这么多首的日文原歌 其实很多基本上都是有粤语的版本 是的 但是唯一一首 就是这一套的OPE 就是Trust You Forever 就是没有粤语版本的 是的 那其实当年是 为什么这么这么漏了 其实不是漏的 他们的安排 因为整个故事呢 都是发生在香港 嗯 东方不败 所有的东方都在香港发生的 是的 但是呢 除了发生在香港之外呢 亦都在外地亦都有一个故事产生 所以呢 在香港发生的歌呢 他就会全部唱广东话 但是如果地点不在香港呢 他就可能会唱日文了 哦 所以呢 这个怎么安排唱什么歌 怎么唱法呢 就是由他们日本导演那边去安排 就不是我们决定的 哦 所以我纯粹执行的 OK 所以这个已经是日本官方决定了 没错了 我之前见老师Facebook说过一首 《迷失的菇托邦》 是的 那我自己去听了 其实我是挺喜欢的 我觉得写得很好 但是我见老师说 可能大众根本就不关心 一种可能要思考更加多的作品 那我想问老师 你作为一个田字人 你怎么去平衡 到底是大众的品味和池的深度 其实在我们写池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首先去向自己交代 首先向自己交代 我就说这首词 我究竟写给自己欣赏 因为写给一个target group 如果是写广告歌 或者做什么歌 我一定要医那个 那边的人 受众 受众 他说那个target group是怎么样 我就按这个target group去写 比方是我们写一首 迈人牌剪刀的主题曲 那我一定有对象 就是师奶 可以写到这首歌 是很脑 很成的 幻想到少女情怀 那他才会买一些刀 对啊 那如果我写一首歌 是帮地铁写 好像小明搭港铁那样 那我的对象是很public的 于是呢 我又会拿一些很cute的 形象 形象 那其实这个呢 就按什么target 好了 而当我写《迷色的乌托邦》这首歌的时候 就我觉得 因为我看完那本 The Fall Page The Fall Time 因为那时候 叫做 小小的 所谓叫做 文化人 叫做青年 有时候叫艺文青 当我写这首《迷色的乌托邦》 现在整个 它是这个 香港城市祖曲的 其中一首歌 当年我做这一张唱片的时候 我就尝试 写了在香港第一个 概念唱片 就全部 以香港的地方去出发的 它里面有 有讨论问题的 有关于前途的 有1997 还有《迷色的乌托邦》 其实我听起来的时候 其实挺像另外一首 广东歌叫做《皇后大道》 就是 是不是也是对于那种前途迷茫啊 都可以说 只不过《迷色的乌托邦》 比他早了 大约是 早多少 早十二十年 最后一条问题 就是在听歌之前的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 老师是作为一个 这么有经验的《粤语填痴人》 或者说 有些朋友 将它称为《粤语而歌之父》 或者是 就是领略音乐交付 那《黄后》就是 到底《粤语》这个 《粤语》这个语言 但是 我记得我看过一本书是金文泰讲的 就是我们以前的港独 当我们初初接触到这个粤语的时候 他发觉 为什么广东人 全部都在唱歌呢 原来 我再深入研究 原来我们每一个广东音 都每一个广东音的声调 都是一个音乐 即是月音九声 是的 甚至上每一个词 好像你说 香港就是mirror 明天就是傻咪 人生就是傻咪 所以每一个词 都有一个固定的声调 当然 当你固定的声调的时候 你填词的时候 一填歪了 就会不合音了 但是 当你填得很纯的时候 就很好唱的 即是你一讲完 就已经是做到的了 甚至上 反过来 你问字取康 即是说 由一句诗句来 你将它唱出来 只说 阿滚唱得好 就很好听 好似简单 你吃了饭没有 你吃了饭没有 你吃了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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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啦 就有首歌了 噢 好像是 所以 为什么 我可以在三个月之中 就做到四五百首歌 好像说一晚 写了二十首 对吗 其实真的不难 哈哈 因为好像刚才那样 你吃了饭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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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啦 麻烦了 这样就已经是 已经有首歌了 其实是很容易的 嗯 好 这个就是广东话的特色 即是 它在音律上的丰富 很丰富 所以令到它填词的时候 都比较容易 不是 因为它很丰富 令到填词很困难 对啊 反而是难 因为呢 你不能填错一个音 填错了 就像我爱主 就我爱主 只要一错就会分辨出来 就会咬了音 咬了音 咬了音 就会传递信息 就会传错了 但反而如果填得精确的话 就更加有云味 填得精确的话 很好唱的 甚至你可以成为一个 语言的教材 你教外国人去讲广东话 你只要教他们 唱好首歌就可以了 你吃了饭没有 他讲了十次 你吃了饭没有 他就不会说 你吃了饭没有 就不会忘了 他一定会想到 你吃了饭没有 他一唱素歌 一讲就是 你吃了饭没有 就完全適合音 今天的访问就到这里 谢谢老师 我是我是 好 好 好 你吃吧 臭 world 好 幸好